这女人忽然双脚离地腾空而起 即使老公找壮汉其力上阵 都无法将她压回地面 或是移动半米 医生通过尺子计算 她漂浮的高度又上升了几厘米 他们手足无措 只能对女人抽血进行检查 而在等结果的期间 女人浮在空中啥都干不了 上厕所要用兜 吹头发要人帮忙 就连睡觉都只能裹着被子竖着睡 不仅如此 就连她漂浮的高度 每天都在逐步上升 几天过后 女人已经顶到了天花板 一位博士专程前来看她 表示上次的抽血检查 表明了女人身体啥毛病都没有 而如今通过测量计算 以她现在每天上升的速度 在十周之内 女人就会达到3650米的高度 到时她不仅需要氧气瓶 还得想办法饱满 以及充足的食物补给 但更为严峻的 是在几个月内 女人就会上升到100公里 直到她越过卡门线 悬浮进入外太空 而对于这一切 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 也没有任何方法能够解决 一家人瞬间表情凝重 女人逐渐崩溃 女儿也难以接受 丈夫更是气到破口大骂 两天过后 女人已经顶着天花板难受不已 为了缓解她的疼痛 丈夫在二楼凿开地板 咚咚声响变屋子 女儿也不忍听到妈妈的求救声 将水龙头开到了最大 直到天花板被钻开大洞 女人这才缓过一口气 可她连通着女儿卧室 对方睡着觉 她都只能扭过头望向别处 等女人半个身子扶在二楼 女儿希望能放弃学业 留在家里陪陪妈妈 但听到这话 女人立马训斥其女儿 让其要以学业为重 不要被自己的事情所影响 气氛瞬间尴尬 两人都知道 她都是为了我好 这女人悬浮在半空 准备和老公庆祝纪念日 只见两人举杯供饮 老公便脚踩椅子 垫着脚来了段甜蜜之夜 可几天过后女儿回到家 却发现妈妈又脚被绳索扯住 原来是老公想用这个方法 阻止老婆上升到外太空 怕的就是其离开自己 女儿冲到厨房拿起菜刀 想割开绳子救下妈妈 因为她知道 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最终痛苦的只有妈妈 就在妇女俩争执期间 女人的右脚就巴唧一声脱臼 老公瞬间惊慌 这才意识到自己所做的错误 随即女儿赶忙割断绳索 救下了妈妈 听着女人疼痛的叫喊 老公呆坐在地 为这一切感到自责 而两周过后 女人已经升到了房顶 妇女俩都只能站在起重机 和她说话 两人给她准备了充足的物资 有氧气瓶 有羽绒服 还有食物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次的见面 就是最后一次相见 在离别前 母女俩深情拥抱 以后啊 就再也没这机会了 而一旁的老公久久没有说话 直到要回地面了 才不舍得冲去紧拥女人 他们尝试过任何方法 最终都无法留下她 等女人彻底上了天 她能做的事情 就是听脸P三丸字迷 可刺眼的阳光 和时常造访的雨水 都让她难受不已 等越升越高 就算女人穿上厚厚的棉服 脸颊都被冻得通红 就连食物也所剩无几 她偶尔会给女儿打去电话 不是抱怨自己过得有多痛苦 而是关心父女俩过得好不好 等电话挂断了 她也男人泪水 想着听首歌度过一天 结果一手滑 MP三丢了下去 女人气得大叫 接下来的十几周 她还要怎么熬 这女人浮在空中 面前却飞来一群鸟 围绕在她身旁不停提叫 而这是她第一次看见如此奇怪 似乎刚刚的烦恼 都被抛之脑后 她想象自己是个鸟 这样能浮在空中 倒也不是件坏事 可有时大雨降临 女人在空中 被凌晨落汤鸡瑟瑟发动 老公望向头顶的破洞 也彻夜思念妻子难不难受 随着时间流逝 女人已经升到了卡门线 这里就是外太空 与大气层的分界线 她打给父女俩 说这或许是三人 最后一次通话了 她告诉女儿 要是考试没及格 没关系 我都以你为荣 有时也别太苛责你爸爸 毕竟她和我一样 都深深爱着你 接着女人让他们 离头上的动员点 便将身上的行囊 丢回到了房子里头 老公手足无措 她的眼角渗满泪花 也只能无助地 听着电话另一头 此时女人已经 往外太空飞速上升 在上面 她看着升起的日出 给家人留下最后的遗言 老公听着电话 传来的沙沙声 妻子已经没了声响 对方就这样 穿过了卡门线 永远地消失在了外太空 此时 头上掉下了女人的手机 妇女俩彻底知道 她终究还是回不来了 最后 房子的破洞被修好 妇女俩也带着女人的寄托 永远地互相陪伴 永远地守护彼此 面对生老病死 我们无法左右 只有多陪陪家人 才是我们唯一能做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短片叫做卡门线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